2012年文憑史练习卷卷义诗第一条的诗部分 这部分他就说加强考虑用两种方法 将个视像传送给会员 第一个方法就是会员观看视像之前 会将整个档案传给会员 换言之你看之前他会整个档案传给你 你收到整个档案才看的 我们叫做下载的方式是完整下载 这种当然会令到用户等待时间比较长 另一种就是当会员给档案的时候 他可以即时观看视像在传送中的时候 已经可以看到了 这种当然是我们常说的串流方式 一边下载同时立刻一边观看 一路看的时候背后继续下载 用串流方法当然有好处就是减少用户等待时间 这里他就说上面两种方法叫你讲出各自两个好处 换言之完整下载要讲个好处 串流要讲另一个好处 先讲完整下载 整个档案是500Mbps 你要下载500Mbps才看的 刚才说缺点就要别人等很久 不过现在不是讲缺点 讲好处 整个档案下载下载才看 当然用户看的时候 会保证它是流畅的 除非用户那部电脑太窄 CPU太慢 否则因为不需要担心网络传送速度 所以整个档案下载下载才看的方法一 要写明方法一的好处一 就是用户可以流畅观看视像 不需要因为网络速度慢 而出现一种不唱顺的情况 另外对用户的第二个好处 由于整个视像档案下载下载下载 所以用户有这个档案在手 就可以编辑这个档案了 所以第二个优点就是 用户可以使用一些影像编辑软件 来进行视像编辑 你可以剪片了 而串流由于一路下载一路看 一路看的时候背后再下载 所以你是没有一个完整的档案在手 你看完那些就会自动删除了 所以它没有一个完整档案在手 串流的好处就是 减少用户的等待时间 要记住不要写减少用户的下载时间 因为呢 其实那个档案是500mm 你一次过下载先看 又是下载500mm 串流你一路看着背后下载 其实整个档案都是下载了500mm 所以没有减少下载时间的 但是就减少了用户的等待时间 这个必须要清楚的 第二个好处 利用串流就是呢 如果我被人下载了一个档案 在它自己的电脑看 但是原来那个档案有些问题的话 用户下次再按下载的档案来看 都是看着一个有问题的档案 例如举例 将它原本那个影片的档案呢 删除了去换过另一个影片 于是它下次再进去看串流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更新了 修整了的影片 于是随时都可以看到呢 更新版本的档案 所以呢 我们第二个串流的优点可以写 如果那个影片需要编辑的话呢 那个网页制作人呢 可以很容易在伺服器上提供一个更新的版本 而用户呢 在下次串流观看的时候呢 就会看到更新的版本 那这个呢 是串流对那个网页设计人的一个优点 第二部分 它就说呢 志强在设计的时候呢 会用了陷入式的播放器 那什么叫陷入式播放器呢 又可以想像是不是youtube那只播放器呢 在一个网页上面 直接有一个播放器在里面的 就不是要下载了来 然后用我自己电脑的播放器来播的 就用一个陷入式的播放器 那它说呢 举出用这种播放器的两个好处 那我们想一下啦 如果我们本身已经设计了一个播放器 那别人呢 就直接在一个网页上按play 比较一下 如果不是陷入式播放器 即是不可以做串流 会然之一定是有一条连结 别人被别人下载了的档案了 陷入式播放器我们可以写啦 可以呢 减少用户能够直接下载了那个视像档案 所以呢 可以更好保护版权 那当然啦 YouTube都可以下载的 但是呢 都要一些懂得如何下载的人才行 但如果不是用陷入式 本身就是一条连结 个个都懂得下载了 那下载了 当然人家可以复杂可以发放啦 对于保护版权呢 比较困难 所以第一个优点呢 就是减少啊 不要避免啊 因为YouTube都避免不了啊 避免用户可以直接下载啦 可以保护版权啦 第二个 做一个陷入式网页界面呢 其实好处就是呢 你可以在一个陷入式的界面里面呢 加入一些你特定想要的功能 譬如现在很多陷入式的播放器呢 例如有些功能呢 是自己的播放器没有的 例如弹幕啦 一路看器 一路很多别人的评论的弹幕啦 可以在这个陷入式的播放器里面呢 加入段落 于是别人呢 就可以按不同的连结呢 直接跳到不同的段落 但如果你被人下载了整条影片 就没得做这些段落啦 可以设置一些 调教那个影片的播放速度啦 YouTube都有的 例如那段英文 听得很快 听不及啊 可以较慢点 或者较快点 这个影片 所以呢 你可以说 用这个陷入式的播放器呢 可以加入一些特别的功能 然后举刚才三个例子的其中一两项 这样呢 就解说到它的好处啦